生病就不能投保 保險契約也會無效 這個誤會可大了 前幾集我們曾經提到說 如果說你在投保的時候是已經生病 或者是你在 那麼保險公司就不會理賠你因為這個疾病 或因為這一次生產所產生的費用 那麼就有一位粉絲他私訊來問法王說 那這樣子是不是所有生病的人都不能夠投保了 你投保了保險契約也會沒效 法王告訴你誤會大了 讓法王慢慢的跟你解說 第一點你生病的時候其實還是可以投保的 只是說你生病的時候投保的話 保險公司呢就不會針對你已經生的那個病來理賠 那未來就算你治好了 你如果再生這個病 很可能保險公司對於這個類似的疾病 他會用一個批注的方式 給你除外不保 但是除了這個疾病以外 對於其他的疾病啊 保險公司還是照樣會理賠你的保險權益 其實不會受到影響的 那第二種情形呢如果說你已經生病了 但是你自己根本不知道 你也沒有去看醫生 從外表也都看不出有這樣子的症狀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去投保的話 保險公司針對你所生的這個病 還是要理賠 我好像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你是得到大腸癌領起 大腸癌領起通常是外表是沒有症狀的 你自己看不出來 也沒有人看得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去投保的時候 如果後來確診是大腸癌 而且回推回去 可能呢這個大腸癌發生的時期 就是你在投保之前就發生了 這個時候關於你大腸癌所治療的費用 保險公司還是必須要理賠的 不過呢也就是為了要避免這種情形 所以保險公司他在保單裡面呢 都會設置一個 30天到90天的等待期間 這個等待期間的意思就是說 你投保以後30天到90天以後 如果生病了保險公司才會起賠 如果是在30天內 或者是90天的等待期 就是在90天內 你生病了的話 那不好意思保險公司還是不賠 但是他會把保費通通都退給你 這樣子你聽懂了嗎 法王專門為你解開 你對保險條款裡面的各種的誤會 這個誤會大了 我們下次再見 WebTV